我不能喝酒 你沾酒去 不过你脸红的时候还挺好看的 我痛远 我等你躺一会儿 撒娇女人最好命 别看时宜平时是一个震惊的大美女 一旦撒起娇来 周生辰都不忍之事 时宜和周生辰的突然领证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最替时宜高兴的还属时宜的闺蜜红小玉了 得知俩人如今已经是夫妻 红小玉便想试试周生辰的真心 本想对周生辰灌酒套话 谁知时宜是一个护肤狂妄 一把抢走周生辰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这是我们第一次喝酒吧 对 那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我替他喝了 他才是滴酒不单啊 这才是真爱啊 我绝对真爱 时宜的这顿操作直接让闺蜜醋意大发 周生辰没想到一杯倒的时宜竟然会为自己挡酒 内心更加对时宜偏爱 俩人刚出来 时宜就醉地走不成路了 周生辰让时宜躺在自己的腿上睡觉 但是天宫不作美 雨越下越大 最终周生辰终于成功把时宜抱回了客栈 周生辰不仅帮时宜擦干雨水 更是对时宜醉酒后的交代宠溺答应 我要是先走的时候 你跟我去一下 下辈子我才补偿 补偿什么 做你老婆啊 下辈子表现还好 下下辈子 我答应你 不得不说 醉酒后撒娇的事宜真是太可爱了 难怪周生辰会无下线宠爱呢 而白露在剧中演醉酒的这段戏 竟然被人家伦疯狂模仿 看什么 你干嘛 干嘛 你干嘛 他不会落下 就连导演都要笑到打牙了